大家好,我是肖肖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里残局 今天 红方这里呢 有双号码 黑方有单鞠 双足 但是黑方的鞠呢 被红方的双号牵制住 最多 顶多 也就只能说是在四路线上面 走下前期 胖不能吃 也是挺尴尬 黑方有双足 但是又比较远 如果黑方这个鞠 想要摆头这个鞠 那就必须得想办法 让这个足呢 过来周图 而红方呢 红方虽然说有双号 但是双号呢 免是被黑方的鞠 牵制住 不能走 如果说你随手走个炮 将军 好 那 他就可以 把你的炮给你换掉 或者他的炮呢 也逃离了 他的鞠也逃离了这个牵制 但是 如果说你走 底炮的话 那他的军 也可以给你干掉这个炮 还吃了你另外一个炮 所以 红方的双炮呢 同样 在牵制别人的同时 别人也在牵制你 所以红方这个鞠 到底该怎么走呢 红方应该是先 上马 上马的目的就是说 红方 这里先 应该是先 进一步炮 后面的话 再上马 进一步炮的目的就是 牵制黑方老将的一个活动范围 现在黑方老将完全不能动 不能停 也 做不掉 做不掉 这样呢也就是 红方的目的 因为如果说 红方这里先 上马的话 让他的炮呢 和他的老将 也可以随意的走 这样的话 也是 不行的 所以红方 对不起 应该是先 进一步炮 好 浸泡之后 黑方现在 走鞠走鞋 还不如赶紧 平个竹过来 那红方这里 就会 上马 上马呢 可以踩竹 你可以一步 两步 这个起人叫啥 如果说你黑方 觉得没什么关系 我可以赶紧平个竹过来 下一步你一步 两步 你还有两步起 我一步就可以过来遮住你这个琴 的话呢 你这样想法 那你就会败 因为他也不着急 先干掉你一个竹 等你把竹甩过来之后 想的是我的鞠 你的鞠可以走了 但是呢 黑方 红方这里 他会先炮打掉你一个竹 完事儿 叫沙 直接就 困壁 被重破 叫沙 他这边还有白叶 所以在 红方这里回马的时候 你是不能 弃竹 应该先要走一步 这个竹 进 等你一进竹过后呢 等你一进竹过后呢 他这里就回马 上一步 进马 就是这沙还吃了你这个竹 黑方现在也是很不烂 此人说是 弃竹 买这个炮 当然 红方肯定也得做掉 做了以后 那黑方的竹呢 就脱离了威胁 赶紧 进入竹 你这个竹再掉 你这个旗可就败得更快了呀 好 他这竹 红方现在呢 靠 被老将牵制住 不能走 只能走马 那你的马呢 这块采竹 那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可以左右走 只能说是 也只能说 进马一家 黑方老将 不能吃炮 只能平 那这样一来 红方呢 也得抽身 就会赶紧的把炮一甩 那 黑方现在 如果说 他走这样的话 老将走要不能走 如果他算这样 那我们这里 回马 然后直接就叫杀 黑方现在这里 他不会走这样 还不如 就是怎么呢 平衣不足 黑方这里 如果他这里平足过来的话 那也是没有异 因为 红方这里 他就 平炮 退炮回来 你想着可能是平足过来 遮住老帅 但是黑方他这里 红方这里 他一退炮 然后下个平炮 就是马会泡叫杀 所以你现在呢 也是没办法 只能说是上将 因为老将 躲又不能动 有马 只能上将 等你一上将 那 黑方上将之后 红方 再上马 上一步 浸泡 也是叫杀 你黑方哪个将 不管你是上将也好 还是退将也好 我都是平帅过来 你黑方哪个将 现在如果你的竹过来 先给你踩掉 然后再回来 也是一样的 而且 红方这里泡呢 平泡过来 一将 就是叫杀 所以这一来呢 红方 这个棋就是 必胜的棋 黑方 肯定也是守不住 这一步棋 好 今天这番棋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的观看